冰嘴之前千万要睁大眼 我们带您看过这样的案例是台北 民众到连锁的那场买的是古早味的零食 不过小朋友打开吃了几片之后 却发现这有的竟然已经发霉了 但是包装上头这保存期限都还没过期 让他们觉得很夸张 卖场业者得知之后立刻是退货 向顾客来致线也将产品来下葬 不过呢 循玉线找到是登机 在未在彰化秀舍的制造工厂 却是一处民宅 厂商也不愿回忆 一团白白的沾附在零食上 靠近一瞧 天哪 这居然已经发霉 而且还不止一片 民众气得在网络上po文 说他是在连锁卖场买的 原本以为临时已经过期 但是翻到背面 保存期限是到今年年底 实际到包装上 位在彰化的工厂查证 却发现只是一般的民宅 他们工厂不在这边 他只是之前的那个户籍 借增机在后面 不知道哪一户的其中一户 哦 是不是这里哦 所以这边都是每户都是做不同的 不一样 所以这边没有食品工厂 这边没有 电话联系厂商 但是厂商拒绝回应 贩售的连锁卖场 第一时间得知后 已经立刻退货 同时向消费者致歉 目前这项商品也已经下架 强调如果有疑虑 将会停止再跟这间厂商配合 但还在保存期限内 临时却发霉 是环境卫生问题 还是食材管理不当 卫生单位将前往稽查 记者林一峰张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